台湾赠送大陆的长宗山羊乐羊羊 11号凌晨在山东威海的刘宫岛国家森林公园 趁力产下了一只羊宝宝 性别目前还不确定 不过母羊跟小羊在一块健康非常正常 画面上可以看到刚出生的羊宝宝跟在羊妈妈后面 小小一只看起来超级可爱 台湾赠送大陆的长宗山羊乐羊羊 11号凌晨在山东威海的刘宫岛国家森林公园 顺利产下一只幼崽 自从乐羊羊去年6月怀孕之后 台北市立动物园总共有4次派出专家到大陆指导 现在羊宝宝终于出生了 为了避免人为的干预和接触 无论谁都不能进入产房 而在出生过后12个小时 小羊终于开始吸水母羊的奶水 小羊早些起上沐浴 因为起上沐浴才能保证体液得到补充 也证明母羊具备赋予子女的能力 2011年台湾赠送给大陆两只长宗山羊 喜羊羊和乐羊羊 大陆方面十分的重视 就是要给这一对来自台湾的教课最好的保护